大家好 前段时间啊 我们这个小县城来了一群骗子 他们拿了一些鸡蛋面条 以这个免费领取的方式啊 欺骗一些老年人啊 去搞活动 其实目的呢 就是为了推销他们的保健品 他们的保健品啊 一盒卖到八千八百块钱 为什么这么贵呢 他们的说法是 因为这个保健品里面 含有一种非常珍贵的草本植物元素啊 我听了之后 当时我就笑了 他们所说的那种植物啊 其实在我们这里遍地都是 现在我就带朋友们来认识一下 这种植物它的庐山真面目 在我们经常抓鱼的这个小溪旁边呢 我就发现了一棵啊 它通常喜欢生活在这些 温润潮湿的地方 像这里啊 刚好有一个棚子一样的啊 下面非常的阴凉 然后水分也很充足 所以非常适合它的生长 我们现在过来看一下 他们说的植物啊 就是这一种 因为这种植物它的叶片 在阳光下会发出淡蓝色的光 所以呢 这个植物它的名字 叫做角古兰 这种角古兰啊 它是一种藤蔓植物 它喜欢生长在这种 阴凉潮湿的地方啊 像这种小溪旁边啊 就非常适合它生长 它有分五叶角古兰 跟七叶角古兰 像这一棵呢 它就是七叶角古兰 朋友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啊 它的叶片 最外面这一棵呢 是最大的 然后往里面 是逐渐变小啊 看里面这个是小叶 非常的小 它的叶片啊 正反两面 都有很细的龙毛 摸起来也是特别的柔软 它是一种中药材啊 它对于一些血压高 血脂高的人们呢 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啊 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降火药 所以 经常被制作成凉茶 来服用 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啊 生活在大城市的朋友啊 因为这个生活节奏很快啊 精神压力特别大 所以呢 经常出现这个失眠的现象 那这一种角果栏啊 它也是具有很大的 安神的帮助 这一棵角果栏植物里面呢 价值最高的啊 就是它这个龙虚 还有这个嫩芽 其次才是这个叶片啊 我们在户外碰到它的时候啊 有时候经常会把它 跟那个乌脸梅混淆在一起啊 其实我们分辨 到底是角果栏还是乌脸梅呢 最直观的方式有两种 一个呢 就是乌脸梅 它的这个金杠啊 有些地方是红色的 尤其是这种一截的地方 最容易出现红色 但是角果栏呢 它整根藤啊 都是这种深绿色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鉴别的方法啊 还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说角果栏 它喜欢生长在阴凉的地方 它的叶片不喜欢阳光直射 但是那个乌脸梅啊 它就很喜欢阳光直射 所以朋友们在那种太阳 很强烈的地方看到的 通常都是乌脸梅 它虽然说叶片 跟角果栏长得很相似 但是它们是不一样的啊 是两个不一样的品种 这种角果栏啊 因为它的药用价值 确实很高啊 像这种野外 自然生长的干货呢 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昂贵 所以这些骗子啊 才会以它回幌子啊 来去欺骗老人家的血汗钱 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呢 一定要擦亮双眼 要懂得分辨啊 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对我们还是有用的 朋友们关注我 以后给朋友们分享 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再见